下面是哈尔滨代表队的刘嘉欣 刘嘉欣这名运动员 其实也是国家队的运动员 只是因为有伤病 所以今年没有进入国家队 这名运动员的特点就是 表现力表演很好 就是表现力很好 中手三中连迈连连进入三中 那边三中跳 莫比有些失误了 两周半 难度进入的幻租旋转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殿机不返 殿机不返 联合旋转 哈尔滨对的刘嘉欣 今天她自己可能也会感觉到一点遗憾 因为她的那点三周跳 还是在平时训练中很少出现失误的 所以说可能也是前一段的脚伤 还是对她可能会有一些影响 之所以这次规定在男子短节目当中 阿赛三周跳会额外加分 就说明这个动作其实并不是说每个人都可以完成 对 是的 因为这个选手呢 她的难度跳跃可能没有那么大 所以说在她仅有的勾手还有那点上 就绝对不能出现任何失误 才能保证她的成绩 一套花眼滑边的比赛就是单双人跳跃 是她整个分数当中占比例最大的一部分 虽然滑滑不是跳跃比赛 但是跳跃是最正分的一个环节 选手们在难度之间就是 对 出现了 看见她这个出现失误的时候 不如周数还是有些不足 这是阿克萨两周也就是两周半跳 嗯 这个完成得很好 你再来说这个运动员的表现力很强 就可以看到她在做步伐 然后表情都很功夫 她脚下功夫应该非常好 不然她这个舞跳这么好不容易 男单一舞员脚底的功夫都还是相当好 颜值也不错 这次在新疆比赛 不仅在冰场上的选手颜值高 即使是观众席上的颜值也是赏心悦目 刘嘉欣 哈尔滨选手 58.91分 目前在已经比完的四个人当中 还在第二位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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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可以吗 可以吗 可以 可以 好 remote 轻转